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造假案 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 最荒诞的违法课税 民国八十五年 宗教扫黑 派籍们无端遭受迟余之殃 高雄与新竹地检署同时接获不实检举 皆查无不法而签结 然同年十二月十九日 侯宽人检察官竟违反一事不在理 违法大规模搜索侦办太极门 侦办过程 侯宽人不断违反侦查不公开 大量泄露布什办案内容给媒体 造成四百多篇连载式的布什报道 及十二家电视台七十次以上的播报 侯宽人自积压太极门掌门人隔日 至公布起诉书为止 总共一百一十七天 针对掌门人 共只开三次侦查停 总共讯问十三句话 总讯问时间仅二十九分钟 刑事法约一二审 总共开五十八次停 总共花费时间约九千五百七十分钟 每次开庭时间平均约一百六十五分钟 相较之下 可见侯宽人的草率滥权 更可证明太极门案自时就是蓄意诬陷 罗知罪名的整肃案件 我从他眼神里面看到一丝 闪过一丝的阴影 以我们办案的质解 认为他应该有养效过这个事 一个检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永无宁日 那我们台湾就会被判断 侯宽人用养小鬼的名义起诉掌门人 但八十六年四月十五号起诉前 他却完全没有询问过掌门人 在四月十六号起诉书在媒体公布之后 遭受到司法界还有大宗舆论强烈的抨击之后呢 侯宽人才在四月十七号上午 再次的指挥调查员到太极门的道馆 找所谓的证物 他最后查扣了一把陶木剑 公开说这个是会拿到法院当作养小鬼的证物 而到了四月十七号的下午 侯宽人才总算首次询问了掌门人是否有养小鬼 掌门人当然回复没有 但早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起诉书早就已经公布 造成社会负面观感了 甚至到了五月五号 侯宽人他还自己上媒体新闻百分百节目接受访问 在节目中他还大言不惭的说 他是根据掌门人眼神中闪过的一丝阴影 所以认定他有养小鬼 而他说要作为证物的这把陶木剑呢 根本从头到尾 在所有的法院停棋的审判过程之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 一直到了这个案件终结以后呢 代理人申请要返还这把陶木剑 结果发现这把陶木剑竟然不见了 更夸张的是在起诉之后呢 这个4月18号案件已审到法院 侯宽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管辖的权利了 他竟然呢在4月25号发行给内政部 在5月21号发行给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门 而且呢在6月18号 他还再次的违法的发行给台北市 台北县政府的公务局 要求呢对太极门的盗管进行断水断电 目的是干什么 就是要让太极门完全消失 侯宽人种种违法侦查的手段 经监察员自动调查 认定多处违反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严重侵害人权 并于91年公布降列侯宽人 违反侦查不公开 违法搜索 违法冻结资产 僭阅职权 免各县市政府对各道馆封馆等八项重大违法 认定起诉书与证据资料存有汉格矛盾 据意提起公诉不符合证据法则 而侯宽人也于监察院调查过程 自称未雨调查 监察院94年将此调查案选列为 第三届监察院人权保障工作汇总报告 之重大人权保障案件 那除了这个刑事的滥权起诉 还有行政违法封管之后呢 侯宽人追杀太极门的手段 还有更恶劣更狠毒的 就是联合国税局来去做重税重罚 事实上呢 在85年的12月19号 侯宽人搜索太极门的当个晚上 找门人都还在征讯中 中视新闻呢 晚间新闻他就已经发布了独家新闻 播出了搜索画面 而且呢 隔天的报纸头条就出现太极门涉嫌诈财 31亿逃漏数亿元税捐的不实消息 也就是一开始 侯宽人就打算安给太极门这个 逃漏税捐的污名 那为了坐实这个指控逃漏税捐这个罪名呢 侯宽人在起诉前6天 传讯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太极门实职调查的这个税务员 叫做史悦生来做违证 污指太极门是补习班 是老损会 说干部有抽成 而涉嫌这个逃漏税 但这些不实的证词呢 侯宽人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掌门人夫妇 也没有给过任何说明的机会 却都自己承认 太极门税单所核定的内容 性质及金额都是根据市调处的资料 国税局根本没有依职责调查 在12月23号 侯宽人发函给合作金库 要求冻结掌门人夫妇的账户还有存款 那根据合作金库12月28号的回函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这两个账户的余额总共只有61万多元 但侯宽人竟然在起诉书中捏造了32亿的不实金额 并将这笔金额同时指为是诈欺所得 另外又说是补习班的学费和营业收入 一方面请法院依法去没收 一方面又移送到国税局去要求强征磕税 同一笔金额怎么可能同时是犯罪所得要求没收 又同样的是合法的补习班学费跟营业收入 而要磕税呢 国税局他也没有等到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确定所得性质 也没有给过当事人说明的机会 更没有依据他的职责应该去调查举证 也没有找到任何的障证 但是呢在台北地方法院发函询问之后呢 这个国税局的税务员呢叫简征寿 他竟然就在两天内做成了所谓的查契案件的调查报告书 这个调查报告书里面完全照抄这个太极门的起诉书中的内容 不管是说太极门是补习班 甚至是这个捏造的金额 也是一字不差的完全照抄 然后呢台北国税局还有中心国税局 就依照这个所谓的查契调查报告书 分别在86年的10月 86年的12月 对太极门开出了这个违法税单 那这种没有依据这个职权调查 也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税单 其实自始就应该是无效的 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更何况96年最高法院已经判决认定太极门无罪无税 竟然还拖到现在 不但没解决 还要违法拍卖 这个不是强盗是什么 在整个的一个检查体系 还太极门清白了 难道我们税监单位的调查 会比司法调查的还要清楚吗 刑事判决调查都认为是一种正义 依照所得税法第四条第十七款规定 不应该课征 这是一个正义 根本不应该课征所得税 经过我们的司法体系的刑事的审查 都已经确认出禁思理 是属于正义而不是所得 就没有所谓的所得税的问题 经过法院刑事案件裁判 确定所认定的事实 行政机关没有理由 不加以引用 你们可以到监察院的网站去看看 我有七点的纠正 每一个纠正的时候 国税局就说 啊我们弄错了 我在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跟财政部长讲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结案了 苦苦纠缠一个 司法判决监察院 最高行政法院都说没事情 都说没问题 你们的税单一再复活 要求国税局依法 要撤销维法 课税的词文 你们都不理 你们很大 法院不管 监察院不管 我们立法院也不管 你们最大 96年最高法院判决确定 无罪无税 国税局就因主动撤销 所有违法税单 99年6月17日 立法院公厅会 财政部中区国税局 同意撤回强制执行 并于两个月内 解决太极门税案 现在人都在这里资料 都提供给你看 整肚子都忠实 那你们明明知道 这个已经是错了 你们以前讲的 好像有点疑问了 你们还要一昧地错下去 这样是不好的啦 请财政部 在两个月内 对于本事件 尽数作与结论 到底怎么办 到底你们要怎样 不要再妥说了 如果中区国税局签上来 签上到财政部来 因为中区国税局 让他一个局承担责任也不好了 那签上来好不好 我就做这样的表达 好 我们就照着刚刚这个 这个次长的这样的一个说辞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 这个中区局的这一个意见 那么签请财政部 就是这效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撤回是吧 好 那我们就 由我们中区局正式签到部里面去 公厅会后财政部部长 在99年7月22号 用一个正式的签程 回复给田丘警委员 也给了图醒哲办公室 然后在30号也用函给周索讯委员 均明白表示说 他们已经请中区国税局 依照税捐基增法第40条办理 他们愿意用税捐基增法第40条撤回 中区国税局应该要撤回执行才对 我一次啊 为了这个执行啊 我出了公文 竟然可以立可白涂掉 再改日期提早 我扔上去执行 世界上有这种税务人员 这种税务机关吗 政府对人民搞18年没有搞定 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啦 不是能力有问题 就是心态有问题嘛 法案的不算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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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来 还是依侯宽人 当初不实不法的起诉书 继续在发单课税 伪造文书 隐匿书证 不断的欺上瞒下 欺骗所有的立法委员 欺骗监察委员 欺骗法官 欺骗媒体 欺骗社会大众 欺骗我们善良的百姓 我认为 我认为 一十二十二十一年 的一千 year ordeal and delayed by just a few individuals. It is appalling to me that those few individuals could hijack an entire government. Actually, they found the account number that was just 30. Then they carved out the account number of sanctions and legal aid. The government signed the account number of sanc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There are still 30 people here have stopped. There is also one standing there. They said the government still in the US. At the department of the government and an operating局 they chose his own, and they said the government they were in the office. 法院123省也看到我們的函查表 也鎮定了 鎮定了這些人做記事理就是正宇 而且寫在公文書上面 我們為什麼123省會贏 就是因為我們函查表 再來呢 監察院也看到函查表 他還做出調查一件 也說我們記事理是正宇啊 多是正宇啊 不是啊 到現在還在一損這天 你們頭低了頭 為什麼敢看著我們這邊這麼多人站起來呢 太可惡了吧 結果呢 他們回覆監察院的公文上面說什麼呢 說呢 我們沒有一個人說是正宇啊 北區國稅局說9個 中區變成5個 最後變成1個都沒有 亂講 政府不是應該要保護我們的民嗎 下台 下台 為什麼變成1個 下台 派基門 沒有會員 也沒有什麼學員 也沒有老師 就只有兩個字叫什麼 師父 市長跟我們講 每一個都寫正宇 這是我的 正宇 哪有一個沒有寫的 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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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正宇啦 正宇性質 這後面也是 30個都是 他們說我們 沒有人說我們是正宇 王老也可以 請市長看 這個也可以請委員看一下 都是說正宇啦 今天正宇 是我跟我師父的問題 他憑什麼來認定 對 他憑什麼來認定 對 就算要課稅也是課我啊 就要課稅也課 課正宇人啊 就是課受證人啊 而且啊我只要一年 不要超過 那時候是一百萬啊 關他們什麼事 你憑什麼來認定我 我跟我師父之間的 認正宇的關係 這十幾年啊 我們太極門地址 非常非常痛苦的點賽 我包個禁師禮啊 正宇給我的師父 弄到最後 這些錢呢 這些禁師禮 我贈給師父的禁師禮 被這些官員 用來誤懈我師父的罪證啊 我們每個人都痛苦啊 那你的悲氣啊 每個第六流都不會再流了啊 我們練武之人啊 不會再受到這種委屈的 如果說今天不解決 這個不解決的話 就是地爭抗 抗爭道普 96年最高法院判決認定 禁師禮為贈與性質 屬免稅所得 101年國稅局公告調查 7401份證據百分百證明 禁師禮為贈與 國稅局也承認 太極門不是補習班 107年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更認定太極門是氣功武術修行團體 108年 國稅局將80 82至85年度課稅處分更正為零 卻獨將81年度禁師禮 當作補習班學費課稅重罰 並且移送強制執行 違背99年立法院公聽會的決議及承諾 司法判決已經證實 太極門自始至今 均無任何課稅問題 國稅局執行署 卻違法持續查封土地 查封道館 甚至違法強行拍賣 公然搶奪名產 公然搶奪名產的作為 讓有30多年稅務查核經驗的 前高雄國稅局積合都看不下去了 太極門冤案24年 我是第一個專查大額逃漏稅30多年的 就財政部積合組的來參加 是稅務門中人看課稅的不公平不義 我寫這個本書 都是根據大法官對租稅法律主義的解釋 是會整的 裡面 我只對兩個人 兩個前面 用尊稱的 第一個 是那個287號的大法官屆 劉鐵曾先生 我是劉大法官鐵曾 我是用這個 第二個 就是我在復健裡面 我 我本身 嚴部長 我是財政部嚴前部長 慶張 嚴部長是我退休前 我認識的最後一個部長 現在太極門案子 已經是所得稅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十七款的免稅所得 被不懂稅的檢察官 然後給他納做什麼補習班 這個就因稅所得了 這個顯然就是非法課稅了 所以我是建議這裡面也有講 他違反哪一些 就是違反了所得稅法的這個 第四條的免稅條款 去給人家課稅嘛 那也違反了這個刑法129條的非法徵收罪 所以我都講了 所以你根據現行法律的話 我就今天部長又進來了 同樣的法律 看看到底太極門是合法課稅 還是非法課稅 非法課稅的話 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的 一百個大法官解釋 裡面講的就是說 法律規定怎麼申報 城市申報納稅 稅務機關怎麼依據同樣的法律 去課稅 因為這個就是縫獻的 這是民產和國產的縫獻 你非法課稅就搶奪了民產 你沒有城市申報納稅就是漏稅 我們定法律都很清楚 諸稅法律主義的解釋 大法官解釋最細膩透徹的 就是劉大法官鐵證 287號的 裡面我還特別提到說 我聽說 我聽說 劉大法官還是 現在蔡英文總統 政大法律是時候的教授 我查稅幾十年 為什麼現在用推論的 無證據的給人家補稅處罰 是完全就不懂經濟學 什麼這些東西的人在做的 為什麼會存在 而且我也講說 刑法一百條都已經刪除了 結果現在納稅居然有恐懼被非法課稅 這是非常奇怪的 我們的法律不曉得 就租稅的行政訴訟 我敢說 二三十年前 《經濟日報》就有刊登 我們半稅資深的都知道 怎麼形容行政法院 稅務訴訟 稅法是神明 法官是基同 那個稅務人員 就是法務科區的那個稅務人員 是桌頭 這個你們就知道 因為他們不懂經濟學 不懂會計學 不曉得怎麼才是正確的 所以我想說太極門的案子 部長都已經參加了 可以組成一個影子政府 還現在的政府 來對幹嘛 來看一看法條怎麼樣 好不好 我講的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部長來我看到了 亮光不是曙光 謝謝 承認財政部長 集駐WTO大使的 顏慶章先生 也出來講出 他的真心話 天下沒有這種事情說 一個 涉及到納稅人權益 那麼重大的權益的事情 24年還不能定業 而且更何況在同樣的性質 到底是禁私禮還是學費 到底是免稅所得還是課稅所得 它的過程事實是完全一樣的 為什麼不同的年度 在認定上已經經過 這個刑事 這個最高法院的確認 說沒有涉及到陶落稅 但是在行政救濟的過程裡面 一而再而三 我們的行政法院 撤銷原副查決定 可是這個原處分還存在 這個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原副查決定就是因為有原處分 怎麼會 副查決定撤銷了 原處分還存在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台灣的世界 這個就是台灣的世界奇蹟 沒有一個國家說 在稅務案件裡面 那個過程 稅捐機關要求 納稅議員的繳稅義務 在救濟過程中已經被撤銷 可是那個原處分還存在 所以這個就是太極門現在的問題 你修改這個稅源基增法 你好好的去把那個處分 在行政救濟過程中 被上級機關撤銷 那當然要基於這個原處分 也只有這樣子才會什麼 才會讓稅務員很認真 你第一階段你就要好好的做 你要把這個相關的 這個課稅的這個過程要件 你要掌握得很完整 稅法上沒有錯 這個有要求納稅議員 有協力的義務 協力調查的義務 可是這個協力調查是什麼意思 舉證責任是在稅源機關 現在變成是由納稅議員要舉證說 你沒有那個過程課稅事實 現在那一個條文已經被濫用到這種地步 慧蘭小姐的案件應該也一樣 你必須要證明說你沒有過程納稅事實 可是稅法明文規定 你只有協力來配合調查 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給你 那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 要我協力調查 那這個太基民的洪師傅 你們已經做了很多的努力 去做了協力調查的結果 可是其中一小部分 講不好聽他也可以作假 說這個不是禁私理 這個是學費 可是已經經過最高法院 在刑事的判決裡面 已經確定說沒有過程逃漏稅 我們另外我從學法律人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我們的司法體系裡面 我也必須跟各位強調一點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行政機關的 對人民所產生拘束力的處分 不需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審查 所以這個是英美法裡面 所強調的所謂judicial review 司法審查 司法審查 不應該被切割出來說 稅務案件是另外一套體系 現在我們就是把它切割出來 所以走的是行政訴訟 這個行政所謂的法院 那照理講 這個通通要併入一般的司法審查 這個案子如果併入一般的司法審查 刑事的部分已經最高法院判無罪 當然同時最高法院判沒有涉及到逃漏稅 結果就必然是 它不可能會有這樣不同的結果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刑事責任的部分被判無罪 確定了 可是行政的部分 有一個年度還在繼續進行 所有的這個法院 要提供給我們任何人 納稅人也好 或者一般主張權力被侵害的人也好 所提供的目的就是要給我們救濟 那救濟的過程裡面要什麼 時間有效 你在實效上有效的救濟才有意義 我很同意說想辦法應用刑法129條 來對這個案子 對現在還要主張來課稅的這個 課稅局的人員 或者是最好是 我坦白講我曾經跟你們提過 這個案子唯一的解決之道 就是好好的去找財政部長 對這麼長達二十幾年的案子 做出最後的有肩膀的一個決定 希望大有為有良心的執政者 能認識這個影響上萬個家庭 被稱為法稅228的太極門事件 還給當事人一個公道 讓台灣真正的落實民主法治 是 是 是 谢谢大家